剛剛嘴身這一集的報告 由鳳敬堯保護小熊這一幕開始 點擊就不斷上升 到摸頭殺的這一幕 點擊率再上升三個百分比 都比東小熊一會再上升五個百分比 到他們嘴嘴的時候 升到傳劇的最高點 我看了, 那份報告不用告訴我 很好, 你都完全明白了 還擔心什麼? 下一集, 要繼續寫韓式老人愛情線 但是這個數據只是說上一集 可能觀眾很久沒看過老人家的拍拖戲 可能他們看完之後覺得沒什麼 不代表下一集我繼續寫下去 收視會成功的 你這麼說, 也很有道理 這樣吧, 如果你真的覺得那些 殺冷氣的愛情線真的很難寫 那就不要寫了, 真行 反正朗拿道夫人和朗拿道也好 她之前其實是想利用這部電影 發個訊息給她老公而已 現在好了, 沒事了, 還要管她? 你想怎麼寫, 就怎麼寫? 有你這句就行了 假的, 鑑定 鑑定, 辛苦大家了 善姐, 你的劇本真的寫到那種 老人家細水長毛, 互相扶持的感覺 是呀, 我被她感動得哭 抹掉鼻涕才說話 好 但是師父, 這一集的風格和上一集的不同 觀眾會不會不敗? 你沒聽過以前有前輩說過 只要觀眾喜歡那個角色 那個角色做什麼, 你也喜歡 新叔 你昨晚有沒有看一套炸樓攤? 看了五分鐘, 我就關了一部電影 我聽了重姐說 以前你們每晚都追的 現在分手就不看了? 沒關係, 根本那一部電影都不好看 阿仲, 你的前輩 因為你連那一部炸樓攤也不看 都說沒關係 不過昨天那集是差一點的 以為接下來會有霸佔總裁式的劇情 誰知道昨天全變了 就是, 我們這些老人家 都想有面紅心跳的感覺 昨天晚上說到黃昏暖, 老老吐吐的 都不好看 我還以為你只喜歡看小鮮肉 我喜歡什麼關係? 總之一定不是喜歡你 雙喊不要口一人小句 我之前聽你們說 兩個老人家的粉紅泡泡很好看 我昨天特意上網看 轉了風格, 也不是那回事? 是呀, 昨天那集令人很失望 女人多少歲都喜歡浪漫和被征服的感覺 但昨天那集完全沒有這些元素 關我和你真相配 我也覺得之前的風格好看很多 昨天那集? 你常看得說睡眠 總之黃昏暖 無論如何都不夠韓劇色 這麼浪漫, 這麼好看 那倒是呀… 大妹… 這裡那麼多不同年齡層的觀眾 每個人都說喜歡看之前的戲 那些點擊率會不會這樣? 是, 這裡只有幾丁油, 影響得多多 為什麼這一集點擊率會掉這麼多? 明明有一集升上來 我就馬上加碼下廣告 你們不用死小子 保持點擊率嗎? 保持點擊率是大家都想的 不過影響點擊率的因素也有很多 妹妹剛好這集出門的時候 天氣很好, 所以多了人出門吃飯 你竟然說什麼?昨天下雨, 下狗屎 每個人當然是在家裡播劇 偏偏不播你這集劇 那就是你們的責任 觀眾喜歡什麼? 哪有這麼容易預測到的? 來了嗎? 怎麼樣?有什麼事快點說 我趕時間, 我要回去寫稿 還用什麼怎麼寫? 叫Ivan幫你就可以了 昨晚Ivan報警的一個通宵之後 把渣樓攤前的演員、場景 主要戲劇元素和收視掛鉤之後 的影響等等 全部輸入在這部電腦裡 變成大數據 我們再把大數據整合 用來預測觀眾的口味 最後就生成了一個超級軟件 就是… 劇本生成戲 那是什麼意思? 以後他寫, 不用我們再寫劇本了 就是你叫我們來是想抄襲我們嗎? 不是的, 你們有事要做的 只是這個生成戲 就會給你們一個創作方向 是一條必勝的方法 不適合你示範一次 沒問題 麻煩尊貴的大小姐 借出尊貴的手指, 按這個按鈕 是我的榮幸 霸道總裁, 鳳京堯小熊 鼓舞受困為愛人取戀 下集就跟劇本生成戲的元素去寫 你是大編劇, 應該難不倒你吧? 有多難?想到怎麼寫吧 這麼快? 鳳京堯用霸道總裁的方式 逼小熊一起去鼓舞探險 他們一起掉下水, 然後被機關困住 他們冷得要互相取暖, 共渡了一宵 共渡一宵, 聽到也想看 好, 一宇乾燥 乾杯 乾杯… 今晚這頓一宇給我吃盡他 不要給我欺負我翻臉 說的嘛, 潮先生 渣樓攤點擊率連續七天破新高 這麼高興 我已經吩咐外面的手足吃盡他 報告寫最受歡迎的幾部分 都跟劇本《新城氣指示》的元素有關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這麼多年學習的東西 這麼多年的經驗, 算是嗎? 根據數據 前晚最高點擊率的一點就是 我將你的下巴掌高兩個厘米 以後對望三秒半鐘 那我們一旦試試 道具說我在右邊推出, 觀眾沒那麼喜歡 待會再左邊推出一點 前晚我用白光加藍色的標題效果不錯 一轉黃燈, 人們馬上轉 報告說用黃帝焦的收視 不要用香蕉, 以後不要用香蕉 好, 那我回家就不用了 前晚我加了深深淚鏡 竟然多了觀眾看 我用Dolly Sun的時候 觀眾反映得比較好 那今集我們用Dolly Sun 和深深淚淚鏡來拍 對, 我先跟基督說聲, 謝謝 原來小紅色眼影化妝 小時候過了兩點 原來觀眾喜歡看馮建堯 穿堂裝, 也叫做西裝 哥哥, 你有沒有想研究數據 再研究動作 還包括星龍全露, 心口水大石那種 神經病, 加診到夾 只寫了奇景之戀 動作片就變成我的情片 整個星期才有長龍骨動作片 來做, 明白… 師父, 根據劇本《新城氣》 最新出的元素是 同經遙、小紅、瘟疫、重溫泉 玉霸雙見、失洩、跳舞和蜜蜜 好啊 好?它的元素越來越多 還大腦也扯不上 我們真的跟得這麼足嗎? 既然你相信, 相信到底吧 不如問, 照做 那個麥克風高一點, 入了的 Action 師父, 你來適合了, 我搞不定 靜靜, 正在拍攝 靜, 謝謝… 我對著劇本《新城氣》寫東西 我真的不懂寫 我也是 師父, 你也是? 以前我寫劇本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現在就是懂得在這裡計算 劇本應該感動自己, 感動到人 劇本《新城氣》哪能做到這些事 真的嗎?但是那個韓式老人戀很成功 這方面到現在我也解釋不了 但是我們不能放棄自己的專業 質疑自己的判斷 沒錯, 我們要相信自己的直覺 這一集, 重新寫過 Cat, 誰有肚子? 不用怕了, 這集重新寫過 不是吧?對不起, 你繼續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 我很感謝你救了我 本來想這樣發起 但是我認識你的秘密不利 我唯有將你和這個黨羽連根拔起 不用多說了 我現在要跟你一起戰 Cat, 下一場了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同夫人, 大小姐 你好… 兩位又會一起來探班? 當然了, 這幾天的反應非常好 就過來看看大家吧 告訴你, 這次全靠是我 只有我, 是我教劇組運用大數據 據我所知, 整個劇的演員 已經不准穿綠色衣服 因為大數據顯示 穿綠色衣服會少觀眾看 Darri, 下一場你要穿這套綠色衣服 你去試試吧 好, 謝謝 Holland, 是不是大數據更新了? 我日里萬機, 誰管得這麼多? 不是, 姐姐 我們劇組已經沒有跟數據走很久了 現在這套劇這麼收得 全憑我們用自己的專業眼光 我先去試衣服 紅上線, 你這麼懶惰? 你沒有用我給你那個劇本身成氣嗎? 你的要求只是想多些人看而已 我滿足了你, 你就別管我們那麼多了 數據的事, 參考一下就好了 幫你 知道 跟蹤她吧, 結果就像這樣 這不太好 幸好有你 聽到沒有? 來 我媽媽日家是高貴又美麗的職業女性 回到家他卻是我爸爸的黃臉婆? 菲律, 你覺得我的臉好嗎?好老嗎? 阿嬸不知道是誰 我的主席位不知道是誰 不懂的